去年回過SBL 整季卻只拿了八勝二十四敗 排名墊底的九泰科技 今年暑假充分補強 先是在選修會上 挑中狀元狼李漢生 從台批轉過來的吳小景 也在MOTAN杯大放一彩 雖然這兩人目前有傷在身 但都渴望在新球季開打時 正式復出 扮演一哥與幻亞 最可靠的助手 在節奏的控制上 然後在分配球權 跟如果幫助到隊友得分 這個是我現在在球隊的定位這樣 正式就開始在跟球隊訓練了 然後目前還在 狀況大概九成 然後就第一次投入SBL 然後年紀可能比一般 去年比較大一點 然後當然是有機會 當然想要 有機會強調性能網 當然是自己的目標 醫生一開始說要休息六週 然後想說 就只是扭傷 可能塗個頭腿兩個禮拜就好了 這樣之類的 可是我發現 三個禮拜休息下來 就還是 現在目前就只能跟著熱身 還沒到可以跟球員對抗的程度 可是還是會一步一步慢慢來 然後趕上開幕戰的比賽 其實寶哥來到 叫我來到這裡就是 給我就是說 給我很大的發揮空間 然後讓我想做我想做的事 我覺得這就是 能讓我有如此巨大進步的原因之一 就是從 第一個比賽我就講說 我要拿最佳進步獎這樣 然後打每一場好球 讓球隊的成績更進一步這樣 一個要拼行人王 一個要拼最佳進步獎 可見九太的年輕球員 個個都是鬥志滿分 但年輕球隊最怕的 就是不夠沉穩衝過頭 關於這一點 身為正中學長的俞淳安 勢必要扮演穩定軍心的角色 現在因為球隊 因為年輕球員非常多 然後很多都不容易進入狀況 然後就需要很多很多很多的 慎重一點的提醒 那當然就是要我們這種 可能去扮一點黑臉 就可以去念他一下罵他一下 球隊其實先發上去的火力 什麼火力啊 防守什麼 基本上是不太會有問題 那都是就是換人 第一次換人 五分鐘TP貪貓 第一次換人之後 會有一些狀況 那就是期盼可以把自己 把那一段時間換上去的時候 可以把那段時間撐住 團隊的話 至少前三名吧 對啊 但五隊而已 進肌肉賽好像有點太 這個目標也太過分了 本土球員眾志成城 加上擁有NBA資歷的洋將 Brandon Dawson 也在日前完成隔離 正式出關 加入訓練 現在九泰全隊 抹刀霍霍 準備在新球季 打出令人眼睛一亮的表現 YT新聞採訪報導